10月21日,为庆祝陈卫庭新杰威尔帕尔销量拓金唱片 公司特地在酒店泳池旁为她举办了猪节派对 并邀请到师姐蔡卓妍和师弟洪多利前来道贺 旁边那边 好 好 希望多些 大家先站起来 好 前面伙计计计 右手边 好 右手边 中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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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1 2 3 Cheers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中间晚点 其实呢 没完 因为她是Villiam 都不是因为她是红的 你挑着Villiam就要挑战她 很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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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瑟今天非常活泼 拿着陈卫庭和安加勒贝贝的绯闻开玩笑 称自己为12年贝贝 更加安慰婷踢入水中让现场热闹不已 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 哎哎哎哎哎哎 都是阿萨啦 第二个身份 就是Saleem Baby 对啊 就是希望 你怎么做这个Saleem Baby呢 你有什么 就是希望 你可以更开心啊 你今天就是庆祝嘛 庆祝的活动 当然要 要有更多的朋友在 哦 所以你做 做了两个人 对 就是 角色扮演 谢谢你 真的很开心哦 陈卫庭帮演阿萨不和自己一起落水 阿萨解释说自己曾被谢霆锋玩笑的扔进水中 两部手机都因此彻底报废 所以至今都还留有阴影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谢霆锋搞一个 poolside party 然后他也是庆祝啊 然后就突然把我抱起来 然后把我扔到水里面 我里面有两部手提电话 然后全部都坏掉 而且他又不陪我电话 所以我充满阴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刚刚真的很害怕 所以这一次就没想陪我落水 谢谢 谢谢 谢谢